不万换 宏基新的CEO人选终于出炉了 是谁呢 就是他 陈俊胜他来接掌 那么陈俊胜他是谁呢 其实陈俊胜他就是前台积电的资深副总 那么原来宏基创办人施政荣 他原本就是台积电的独立董事 他跟陈俊胜两个人本来就认识 再加上宏基从研发通路行销都出现了问题 因此来自半导体业的尖兵陈俊胜 他到底能不能扮演好这急诊室的医生呢 现在大家都在问 而且有很多人也帮他做好规划了 说他有三个挑战 哪三个呢 第一就是如何跳脱PC的旧思维 第二是如何来加快这个软硬体的整合 第三就是如何稳定军心 那么此外今天这个宏基开盘的时候 虎价是跳空开出了走高震荡 盘中一度还攻上了掌停板 成交量也爆出了近七万张的大量 单日市值回升大约有二十八亿元 戴着白狂眼镜看起来文职彬彬 他是前台积电全球业务 暨行销副总陈俊胜 这回确定被宏基董事长施正荣向重 出任全球总裁兼执行长 2014年元月一号到任 消息一出激励宏基24号股价上演了庆祝行情 开盘跳空开高一路攻上涨停价位18.15元 最终以18.05元作收涨幅高达了6.18% 台积电在代工业务的版图 不断扩大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的人物 其实施正荣原本就是台积电独立董事 和陈俊胜渊源生 加上陈俊胜资历丰盛 曾经在台湾IBM工作 更任职英特尔14年 担任全球销售与营销副总裁 掌管九成营收 熟悉全球和中国市场PC环境 同时更是台积电头号行销大将 市场猜测应该就是宏基 延览陈俊胜加入主营 只是陈俊胜上任后第一个挑战 就得面临怎么裁剪人力 为了宏基规划全球裁员7%节省成本 以官方公布的全球员工数7000人来算 等于有490个人将失去工作 加上宏基处境动荡不安 被外资点名是并购目标 凯基证券维持不如大盘表现平等 目标价14.5元 24号外资更是卖超了5638张 可以在整个内部管理过程中 建立起一个制度 让在目前宏基在动荡的过程中 有一个稳定军心的效果 陈俊胜身负宏基转型 变革之路的重要舵手 该如何让宏基重新换起品牌认同 就看接下来陈俊胜怎么出招 东升财经新闻 宋和报道 就看来陈俊胜身负宏基车 就看来陈俊胜身负宏基车